我给糯米分享一道好吃的 先把洗净去皮的莲藕 从三分之一处切断 再把贴签泡了一个小时的糯米 装进莲藕的洞里 用筷子压实 然后把另一端也装满糯米 全部装好后 用四个牙签固定 像这样就全部固定好了 接下来将穿上的莲藕 放到砂锅里 放两块红糖 三颗大枣 还有一小把的葡萄干 加入清水 差不多没过莲藕就可以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转小火 炖五十分钟 时间到莲藕已经炖好了 把莲藕取出来 稍微放凉一会儿 放凉的莲藕抽掉牙签 再切成稍微厚一点的片 把剩下的汤汁倒上来 这样一盘香甜美味的红枣糯米莲藕就做好了 喜欢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